小麦属于是夏凉作物 但是呢 这段时间在新疆岐台县 那里的万亩旱地小麦正在收割 进入8月中夏旬 新疆岐台县江布拉克的万亩旱地小麦 进入收获期 由于地处山区丘陵地带 海拔高 温度低 这里的小麦也是新疆收获最晚的地区之一 在江布拉克收小麦 大多使用的是中小型轮式 或者是履带式收割机 预计8月底9月初左右 基本能完成小麦收割 在新疆北屯市 这两天 当地3500亩鲜石玉米 也进入采收期 老乡们趁着情好天气 抓紧组织积收 当地还建起了大型鲜石玉米加工基地 收完的玉米直接拉去加工销售 除了鲜石玉米 新疆昌吉 石盒子等地的 这种玉米 青柱玉米 目前也进入了收获期 今年新疆玉米播种面积突破2500万亩 较上年增加300多万亩 仅扩大玉米种植面积这一项 有望新增粮食产能200万吨以上